早上中晚上好 我是冷眼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我的频道是专注整个加密市场 如果你喜欢冷眼的频道 那么欢迎订阅 冷眼的频道 昨天我也说过了比特币 要进行反弹一波 比特币差了一针多头开始强硬 预测准到离谱 昨天的话确实是出现了一波反弹 差到一个25300多美金的位置 直接来一波反弹到一个26800美金的水平 那么我们在我们的会员群 也是拿到了这一波的一个多头的一个单子 就从他的一个 插了一根 收了一根长的一个下影线来看的话 这一波多头了 势必在这个位置进行反转 所以说在我们的一个会员群里面的话 我们是锁定有一波的一个 比特币一个多头 在一个26000美金 附近就多 微游价格是在一个26600美金这个水平 止损点是在一个 前低一个水平 25300多美金的水平 那么这一波的话直接是拿下了这一波的利润 在这个位置开多 这片位置 直接是拿下这一段的一个利润空间 超短线的这一波单子 非常容易拿捏 这一波 直接去拿下了百分之 几的一个收益 3%左右的一个收益 那么这一波的话如果开50倍的一个杠杠的话 应该有150%的一个收益 那也有一些会员的话 其实的话 也是 获利了 获利了 获利了结 是吧 那在我们的会员区里面是吧 那也是有这种单子是吧 非常明显的 多多这种单子 大家可以 很明显就看到 在这位置去开仓 瞬间就暴涨上去是吧 上涨 是吧 非常明显的一个 上涨的一个情况 那么这个是我们的永久会员 是吧 直接是 完美是吃到这一波的一个单子 其实大家想要去操作的话 其实非常简单 在我们的会员区里面经常有这种单子 而且每天的话都会有这种单子 有时候我们可能会开两三个币种 一起去 做一个方向 那收益也是非常大的 那目前面对这种行情的话 我们如何去操作 是吧 大家很疑惑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的一个清算地图 那目前的话 空单累积量已经非常多了 如果暂时去跌破 这个24600多美金的位置的话 意味着多头再次被清算 所以现在来看的话 你看它的一个清算的一个强度非常强 是吧 在上方的位置 但是的话你看 报空单的话 报的一个资金非常少 非常少 即便上涨到了一个28000 它报的一个空头也不是很强 是吧 我现在的话 报多头的一个概率也是 大大力量的增加了 一个非常明显的信号 就是在一个25700美金的位置 报仓有7亿美金 那么标强是在一个26600美金的位置 报仓 空单的一个强度是在这个 7000万美金 所以现在的话 能也认为的话 还要报一波的一个 多头 多头 所以现在你别看它这个位置冲上去了 想要去上涨了 能也认为 并不是这样 它可能会在这个位置进行一个 走一个反弹之后 又继续进行下跌 是吧 来回在这个位置折磨一下 所以想要去变盘的话 几乎 在这个位置 又 比较长的时间进行一个震荡盘整 我能也认为的话 现在的话 四条级别的话是有一波的一个 反弹之后的一个回调 调整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位置 很明显的一个突破这个零轴 想要去向上突破 但目前的话 它在这个26800美金位置 是受到一定阻力 所以说 它一旦突破不了这个位置的话 那么 空头 即将再次去上演一个插针的情况 这个位置的话 肯定要反复多次去摩擦 反复多次的去 插针 去把这个 多头 清算掉一部分 清算掉一部分 因为的话太多人做多 累积的一个多单 非常多 在这个位置的话累积 做多的人非常多 所以说再往下的话 报一笔 的一个空单的一个 报一个多头的一个可能性会更大一点 更大一点 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最近的一些 数据 非常非常的明显 那意味着 我们的一个行情 怎么发展 而且的话 在过 一段时间的话 美联储就是一个加息的时间 那肯定会有更多的一个清算 来到 整个市场 那美联储的话 这一波加息 大概也是加息 提高这个利率 所以说这一波的话 还是看空 比特币 可能会在这个位置 持续去震荡下行 一段时间 你不要看今天反弹了 可能 意味着下一波的一个 空头 来袭 所以说 大家要注意一个风险 并不是说他反弹之后 马上就快速进行一个反转 可能会在这个位置 去进行一个 来回多次的一个震荡 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要 做一个 量化交易在这个位置 能够去多空都能吃到的一个行情 那现在的话 其实有很多的一个操作思路 可以去 赚到这一波利润 是吧 一旦去失守这个24600美金的位置的话 意味着这一波的一个清算 达到一个高潮 达到高潮 24600美金 爆仓的话 接触12亿美金 12亿美金 所以这一波的话 可能会触及到一个23000多美金的位置 然后快速反弹一直震 到达 上方的一个27000到28000的水平 所以这一波的话 它应该会 来这个位置震荡一段时间之后 来一根插一根下去 形成一个 巨大的一个反差 反差 大家可以看到这片区 反差点 插一根下来 到达下方的位置 以后 不给你时间去抄底 直接反弹到一个27000 28000这个水平 所以现在的话 这一波行情的话 它应该会在这个位置 持续震荡 然后插一根上来 快速反弹 那么这种行情的话 我见得非常多 就是典型的 去报一些合约之后 能够形成一个 大级别的一个突破 的原因 就在 这里 那 面对这样的行情的话 在我们的会员群里面 在我们的一个 社群里面怎么去操作呢 我会在我们的会员群里面 进行及时的去提醒 在这种位置 进行大级别的一个操作 大仓位的杠杠 进行一个翻倍的一个操作 如果你想更生的话 赶紧去 加入 浪云的石盘 浪云的石盘 绝不会 让你 失望 那么现在的话 赶紧加入 那现在我们 可以去再去看到 以太坊的一个思路 以太坊的话 昨天我们也说过了 它的一个压制点 是在这个1700这个水平 那确实是它的一个 它反弹一波 到上方的一个1700这个水平之后 又快速进行回交到一个 1600多美金的水平 那现在以太坊的话 有没有一个操作空间呢 依旧是在这个位置震荡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个 以太坊的一个清算 可以看到以太坊的一个思路 清算的一个思路 大家可以看到 它是累积了很多的一个多头 在这个位置 其实在1600的话 爆仓的话 接近有 6亿美金 所以说 很多人在买它 不可能去 下跌到一个1600以下 那因为的话 这一波的话非常 松荣 因为的话 太多人去 操作这一笔 的一个 单子 那么 爆仓的概率非常大 现在 说说你要去操作以太坊的话 可以去操作 但是一旦去跌破1600这个水平 非常危险 跌破1600的话 它意味着要去到这个 上方的1500多美金的水平 目前的话以太坊的话 是有一波的一个空头的一个湿度 未来几天会有一波下跌 这波下跌的话 会导致很多人进行爆仓 那么这也是做一个预告 但你能不能去抓住这种行情的话 很难去抓住 因为的话 它波动得非常快 并且的话 可能在几分钟之内 直接结束战斗 不会给你太多的时间 因为的话这种 仓位的话 一下夹下来的话 交易所的话 又很快就去拉上去了 这是他们的一个操作思路 如果你理解交易所的一个操作思路的话 你应该不会产生太大的亏损 而且的话能够再重用盈利 这是 一些逻辑 那今天的内容分享的话 先分享到这里 大家如果 对比特币以太坊的一个操作 非常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订阅 网友频道 好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